我一樣可能是找一些二手的啊 或是怎麼樣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考慮Constant 因為我會覺得 第一個它的實用性很高之外 它的價位也沒有這麼的可怕 對 像它的古董的Constant 大概就是十幾萬 那如果是古董的Broadjean 或是Carrie 也是要三十幾萬對不對 沒有 很怪 我們今天要推薦就是給大家呢 新手入門 這些品牌的精品包 第一顆應該要買哪一個 因為包包大種小異 那我主要推薦的是 盡量針對它的不同的外型來做推薦這樣 才不會都買到重複的包包 哦 就是如果你今天每個品牌都要來一顆的話 就算今天你照著我們這個清單買下來 也不會覺得說 欸 你這個品牌跟這個品牌的包包長得很像 完全不會 它都是針對每個品牌不同的特色 我們去做推薦 好啦 大家記得 影片開始之前要怎麼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訂閱下去 記得每週三 每週日都有新影片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開始囉 GOGOGO 我覺得今天推薦包包很棒的地方 當然也是這些款式是比較不會退流型的 所以呢 買了真的不太會後悔喔 好 那第一個推薦的就是 Prada 那Prada最著名的就是它的尼龍嘛 所以這款包包就是我們要推薦的 是它的腋下包 Hobo Bag 而且其實這兩年非常流行腋下包 我個人覺得腋下包真的很實拿耶 而且它是尼龍的關係 所以基本上包包也非常的輕 然後它有出非常多顏色 除了可以讓你去配你的衣服之外呢 它裡面的容量包括化妝包 什麼手機什麼都可以放進去 然後它的價位大概在哪裡 價位是每年都在調漲啦 那現在的價位大概是三萬多塊 感覺它快破四萬 快四萬塊了 而且我跟妳講更棒的地方是 因為Hobo包這個款式呢 它其實已經出來很久了 但是其實到現在你去櫃上買 款式都大多小 所以如果你去二手精品店找到二手的款式 跟現在的款式精品店看不太出來 沒錯 完全不會退流型 那它的尺寸呢 大概是在22公分乘上17公分乘上6公分 它就是一個小而美的尺寸 所以如果今天呢 你要入門Prada這個品牌的話 非常建議第一顆包包呢 真的是可以買這一顆包包 因為它使用性也是蠻高的 對而且萬年不退流行 那第二個品牌我們來到的是 Loyce Vuitton就是LB 因為我從大學開始就自己打工 想要買幾個品牌 很多人第一個精品然後都會想到LB 對 我的第一顆的LB包包呢 就是LB的Speedy 也是我們今天要推薦的這一款包包 Speedy 那因為我這款是很久以前的 聯名款一個限量款 所以它上面會有這些塗鴉 那如果你不是聯名款 它就很認真就是上面就是 基本的Monogram而已 那它的設計年份呢 可以推到1930年設計出來 30年就有這顆包包喔 現在是2023年 哇靠快100年了 所以到時候它可能100週年 又會有特別的設計款 嗯我覺得會 我覺得LB它的Monogram系列的包包 我覺得很棒的地方是 它其實就是萬年不變 然後更棒的地方是 之前它剛買的它是那種米白色的 它會慢慢變成焦糖 其實它越用就是越漂亮 而且它重點是這個中間的反部面啊 真的就是越用越好看 尤其你也不用怕髒什麼之類的 對 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耐用 那Speedy這款包包為什麼我們推薦呢 第一個它是從歷史將近已經有100年了 那再來就是它當初呢 是為了快速出門 然後跟旅行所推出的一個手提袋 所以它的容量也可以放下蠻多東西的 那它最近又有推出背袋 以前沒有背袋的時候 對它推出背袋款 我覺得個子比較小的人 可以考慮Speedy的25公分 它主要是25公分乘上19公分 然後乘上15公分 價位呢大概大概47000元左右 雖然跟我們以前比起來真的是太貴 以前大概多少兩萬多塊 對大概一兩萬而已 但47000元目前的精品市場來說 其實還算是合理的價格 再來就是它有一個尺寸 是跟我這裡一樣大 是30公分 那我拿給大家看一下 25跟30是最熱門 30公分大概拿起來是這樣的大小 然後30公分的尺寸是30×21×17公分 那它的價位大概在49000元左右 所以也是五萬塊以下 那基本上呢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你今天去國外 其實LV在法國的價錢呢 會比台灣平非常多 大概我記得好像有七折嗎 沒有到七折 那八折 有退稅的話 對就是LV的價格是漂亮的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可以出國收買 或是腳代購 應該價位也會比較便宜 腳代購的購買 它的價錢是比台灣定價便宜 對 它可能把它的代購費加上去之後 還是有利潤 所以它就會比較便宜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乳肝霧門的話 我真的是 我人生第一顆包包也是LV 所以很推薦這個 那接下來品牌是 Goya 來到了Goya 真的厲害耶 對 然後 我拿去第二倍鍍膜的包包也拿回來了 終於你可以背了 對 我一直在想說一管包包也有用啦 這樣子 好終於可以拿來背了 我今天這個穿搭超搭的耶 Goya就是法國非常知名的包包品牌 最經典的就是這個托特包 它非常的輕巧 對我覺得 這長沒有附帶 而且好大 為什麼這麼大 它有跟大尺寸嗎 對 這個是大尺寸 剛好2023嘛 大包包又回來 剛好這個大尺寸非常的適合 很OK耶 而且它極度輕到不行 非常輕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當隨身包 非常好用 像這個包包它是反部材質 它其實現場還有一個是 皮革的 皮革的就比較貴 就比較貴 然後稍微比較重一點點 如果你要講求輕巧 又單價比較低的話 你可以買反部材質的 然後尺寸有兩個比較熱門的尺寸 就是PM跟GM 那PM的尺寸是28x15公分 x34公分 然後這個尺寸是34x20公分 x40公分 那它價位大概在哪裡啊 價位因為之前台灣有 可是現在台灣沒有了 對 所以PM如果代購價的話 大概5萬多塊 然後GM大概就6萬多塊這樣 哦 所以這價位也是算合理的精品包啦 也是算蠻好入手的 而且蠻經典的 接下來就是GUJI GUJI很可惜就是換了新的設計師 對 然後這款包包就是由那個設計師 所設計出來的MAMO包 那比較特別就是 搬完它的GUJI的LOGO 以前是這樣好像上下顛倒吧 然後這次是兩個重複的G 而且這款包包它就是 設計成各種不同樣的設計這樣 也是很多人買GUJI包入選的首選 它的尺寸也是非常多 那推薦小型的尺寸 小型的尺寸是25公分 乘以15公分乘以7公分 那它的價位大概是7-8萬 我們已經5萬塊到7-8萬了 慢慢慢慢往上 像這種包包其實10萬 你可以說算還蠻不錯的 那會推薦Monogram嗎 就是經典的GGG那個老花的 我覺得你Monogram已經 最經典已經買LV了 GUJI的就是可以考慮一下 說的也是 對啊 LV配它經典老花是真的最好看 但是像是GUJI跟Dior 我們都有其他的選擇 所以我會覺得 老花我們可以放在LV 那GUJI我們就可以選擇這一款 GG的瑪萌包系列囉 接下來要分享的品牌 就是質感品牌 LORIVA這個牌子 它的皮革是很多人 都還蠻推薦的 雖然我們好像沒有入手對不對 好 OK 就是推薦這一款 LORIVA的拼圖包 那它比較特別的是 它是現在最有名的創意總監 Jonathan Anderson 他上任所設計出來的 第一款包包 而且它每年都在推出新的顏色啊 非常的生活這樣 而且這個包包感覺容量非常的巨大 我覺得它是一個上班族 然後今天你想要一款包包 可以背很久 然後LOGO不要太大 不要太大 而且又有造型感 對 這一款包包就非常非常的適合 小號的尺寸是24公分 乘以16.5 乘以10.5公分 然後售價已經破10萬了 對 是11萬 就是如果你今天要入手 一款LORIVA包包的話 這一款包包真的是最推薦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推薦 一支推出的這種包包的話 基本上你在在售市場 它價錢不會差太多 對 而且這一款包包的形狀 跟之前推薦的形狀也比較不同 之前是比較偏扁的 然後這個比較偏 有一點方形的感覺 人裝的東西也是很耐裝的 容量很大 對 接下來就越來越貴了 對 好 掌菜 掌菜 這個就是經典的Lady Dior戴杯包 然後它是於1995年所推出的 就推出了這款包包 那這款包包它其實非常經典 它是一個方形的輪廓 然後它上面就是有它們非常經典的 很邊紋在這個包包上面 然後這一款又有杯帶嘛 是可以杯的 我這款有杯帶 我那時候其實很久以前就知道這款包包 但我一直都不買 後來是它一直出到它有杯帶 然後又可以加那個灰霜 我才買的 其實它的你看 它的皮革選用的是小洋皮 但是非常的好 照那麼久都還沒有什麼凹陷 這包包買很久了 它非常的新之外 我每個圓圓的地方都是膨的 對 所以它的手工藝真的非常的厲害 真的 它的包包沒有壞掉 真的是很精緻 然後這一款是比較適合洋妝的風格 對 所以我平常是比較少拿這一款包包 那其實Lady Dior這個 除了非常多尺寸 還有很多顏色 所以我會覺得 如果你今天是要第一顆Dior包包的話 不管是什麼尺寸的 一定要入手這個型的 對 是一定要有 那目前Lady Dior的中號的尺寸是 24公分能到20身上11公分 價位已經來到了18萬喔 我們記得我們當初買是10萬出嘛 對 10萬出 我們是在好像義大利買的 然後呢 小尺寸它20公分 乘上17公分 乘上9公分 它的價位是16萬5000元 所以它價位已經破15萬囉 對 我們下一個就是 艾瑪斯 艾瑪斯其實大家就是都會問說 如果只能買一顆包包的話 BKC啊 因為我們要推薦的是BKC 原因是因為BKC就是最經典的 對 最經典的 而且它的保值啊 在售市場價格都是蠻不錯的 BKC 你會推薦哪一顆 好 那BKC真的很難去決定哪一款 但是我必須要說 現在Kelly跟國晶的價位 都漲得太高了 對 我們以前買包包的時候 30萬 沒錯 就覺得已經是天價 然後現在呢 這個包包已經漲到七八十萬 更難入手了 但是 我會覺得裡面的Constant 還是可以入手的 噔噔 對 那我其實之前有一個桃紅色的 Mini Constant 但是我後來比較常用的是這個黑金 反而是這個黑金的 那是Vintage 對 這個是Vintage包包 那如果是全金的Constant 目前在售市場大概多少 四五十嗎 我那時候有查過大概四十幾萬 Constant的價格 並沒有像國晶 或者是Kelly 被炒得這麼的誇張 那我們這個只要推薦是入手 對 我們推薦的是你自己去買的 所以 如果你今天不是愛馬仕馬場的一個場客的話 你是比較難從專櫃去包包出來 所以說 你一定是找代購嘛 或者是像我一樣 可能是找一些二手的啊 或是怎麼樣 那這時候 我們可以考慮Constant 因為我會覺得 第一個 它的實用性很高之外 它的價位也沒有這麼的可怕 對 像它的古董的Constant 大概就是十幾萬 那如果是古董的Vlogin 或者Carrie 也是要三十幾萬對不對 沒有 很怪 如果三十幾萬早就買了 除非是顏色比較醜的 很醜的 好醜 醜到爆炸 我是說古董的喔 對 我們那時候其實照片了 日本跟大阪所有的 這二手的 古董的Carrie好像很少對不對 古董的Carrie非常少 然後我們那時候看到價錢其實也很可怕 譬如說 我們想要的棕色 也要五六十萬台幣 就是它價錢其實並不漂亮 記得看到一個很便宜的 好像二三十萬 結果是沒有背帶 我那時候差點要給它買下去 結果 它說沒有背帶 我發現它缺零件 所以我就想說 蛤 就沒有背帶就不要買這個東西 所以我後來就覺得 幸好我買的是黑金 就是它是非常耐用 之外它的價格又便宜 Constant的設計連份 其實它是1959年所設計出來的 而且你看 這個真的 它長得跟現在的包包一模一樣 這個是 跟新的沒什麼兩樣 對 那Constant的皮革比較多是 Apsant皮 就是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我有另外一個桃色包包 是Apsant皮 又想要買 我想要買 大家趕快試去玩 所以艾瑪士我們推薦的話 就會推薦 Constant這一款 就像我現在背一背 拿回去賣的話 其實價格也不會差於我之前買的價格 因為它的款式就是 都長這樣 然後你的顏色又是好賣的顏色的話 基本上真的不用怕點價 那最後一個品牌呢 就是 Chanel啦 Chanel又來啦 不用多說啦 Chanel 最推薦的就是CF包 或者是另外一款包 是2.55包 但是我們會更推薦 更推薦CF包 那其實我從以前開始 就是比較喜歡收集的 也是CF的變形的包 對 那為什麼拿這個包包出來呢 因為我發現我經典的款式 竟然沒有 我有一個黃色的 黃色的 而且是小羊皮 所以我很少拿它 我覺得要買還是要買麗絲紋 不管黑鏡或黑銀都好看 可是一定要麗絲紋 比較好保養 再來就是呢 這個尺寸其實是比較好的尺寸 只是因為我沒有經典版的 所以我就拿這顆袋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其實CF很可愛的地方 之前那個老婆爺在世的時候 他其實每一季都會把這個CF包 做一些不同的變化 像我這一季 我忘記是哪一季 它上面有很多的小瓢蟲 這個大小 不要賣了是不是 我沒有要賣 欸裡面還有一支口紅耶 壞掉了 沒有沒有拿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裡面是黑色 那其實經典款給大家看一下 經典款裡面應該是酒紅色的 這才是他們經典的經典色 那這款首款包包是從1983年所設計出來 然後一開始老婆爺設計 它把它這個包包的命名叫11.12 後來再改成 好繞實喔 變成CF包 Class Big 它的延伸就是從 Chumel最經典的2.55包 重新的把它設計過來 它的差異就在前面這個地方 前面Logo嗎 對 像如果是CF包的話 它就是這個雙膝Logo 那如果是2.55包的話 它就是一個方形的Logo 然後尺寸我們要推薦的就是這個尺寸 25.5公分的 但是這個size 然後又是荔枝紋又是黑金的 我們現在香奈兒端貴多少錢 香奈兒全金的定價 已經突破30萬大關了 哇 33萬 33萬啊 超級恐怖 OMG 所以如果香奈兒第一顆包包的話 我覺得真的大家就是 還是請買荔枝紋 CF的包款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所整理出 如果每一個品牌 你只能買一個包包的話 你會買哪一個包 雖然有些牌子也是蠻熱門 像SELINE啊有的沒有 但是我沒有列一下 對 為什麼 因為SELINE的話 它其實有分兩個時期 之前那個時期是比較極簡 然後現在是變成 Helie Simon這個時期 就是那個凱旋門Logo 那如果說Helie Simon 它沒有再待在SELINE的話 是不是之後就不會再出這個包了 因為其實我們個人比較想要推的是 Helie Simon凱旋門的系列 我自己比較喜歡 但是因為它擔心的是 原本SELINE就是非常非常極簡的 那其實Helie Simon來了之後 之前極簡的包包都沒有再出了對不對 還是有 少少的出啊 哪一款 就是那個 Bucks 就是一個很簡單很素 然後只有一個扣子那一個 那可能我們就推薦那一款 對 因為那一款就是 你看它從這個時期到這個時期 它都還是有 可是它的聲量已經越來越低了 就沒有聲量 對 但是它就是不退流行 然後你害怕的是 如果今天這個設計師下來的時候 凱旋門Logo會變成是絕版 對就不會再出了 可是我覺得這個海旋門真的很好看 說不定不出之後 它反而變得價錢會被水漲超高 這也可以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然後還有BB這個也沒有列進 因為BB有一個款式太多了 它是沒有一個特別的經典 因為它像之前流行的那個 編織 編織的 它其實最流行的是編織 對啊 但是編織是沒錯是很流行 但是它也是這幾年才又重新被炒起來 那它編織其實很經典就是皮夾 皮夾就是很推薦 皮夾 你可以買皮夾 包包的話就覺得它比較當季流行性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們很多當季比較流行性的包包 我們都沒有列入今天的聊這個東西 是因為我們會覺得這些包包可能在下一季 或者是未來五年之後 你再拿出去 大家就會發現 這是某一季會有一種退流行的感覺 像BB之前那個Judy包 現在是很早人買的 對啊 總之我們推薦這些就是你買的真的是不會後悔的包包